第五十九军起义盖树 孟少连 这个人叫孟夫子 他是副军长 你看他说1946年冬 李继申等 这就是国民党元老啊 在香港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现在中国不是说有八个民主党派吗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就叫民革 民革啊 好像那个谁也进去了吧 说像是那个冯拱 是吧 李继申的儿子李佩瑶 后来不也是民革的一个主席吗 是吧 这个这个还是什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不是被杀了吗 对吧 他们由于王宝珍的介绍对我的情况也有所了解 曾派曹佑民解放前夕被国民政府给办了 给杀了 给宰了 给秘裁了 制裁了 道第五十九军与我联系 希望我参加民革的发起工作 商组 商量 筹备 组建 反蒋力量 当时我考虑蒋介石经常派所谓的联络员 联络员就是特务 就来监视这些杂牌军的 到第五十九军 以了解情况为名 进行特务活动 监视第五十九军的行动 如果这时参加民革 将更为蒋介石注意啊 所以他就不敢参加啊 后来曹佑民因受李继申委托要到山东解放区和某某某同志 接洽有关与第五十九军互相联系的问题 经过护送他通过布绍县 就是布兵 这个绍兵组成的防线啊 基本上最前线 安全到达目的地 他说这个某某某应该指的是杨思德 杨思德 后来是杨尚昆国家主席的办公室主任啊 应该是他 就是搞敌宫的策反的 现在目的是杨思德 米和某某某某某